什麼時候要結婚呢 有女朋友們嗎 妳薪水多少啊 親朋好友 為什麼一定要把人家逼到絕境 我的個性我是裝槍或裝瘋 就自在兩把刀拿出來 鬥雞眼開這樣刷 還這樣 甩那個刀 永遠 永遠都在問我說 宗明哥種了幾棵樹 誰會去數他的樹 妳拍的影片 都是假的對不對 我是拍真的 妳好意思喔 妳 這樣我就要被妳丟進妳知道嗎 那妳可以弄出來啊 介紹給她 因為妳妹是T 她應該會 妳喜歡嗎 難道我妹會用夾 她都會炸 對啊 她都戴上皮帶一樣 然後戴一個 戴一個這樣子 然後戴一個 戴一個 人家都在捕人 妳的帽子真的有用嗎 因為我有代言一個身法嘛 有有有 東區的廣告很大 張老師說我可不可以送她一點 真的還是送了她一點 真假 她以為是真的 她以為是真的 然後我上面 請問啊 有有有 新年快樂 願書如意 祝妳身體健康又平安 好 阿強喔 對 阿強 喔 阿強 都來就好 我又抱到這個 太好意思了 我聽妳媽媽說妳最近都在打電視喔 對啊 應該沒什麼賺錢喔 沒關係啦 沒有關係啦 有啦 現在沒有 有在賺錢啦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就好啦 這樣就好啦 欸 妳是怎樣回來了 桌公車 沒有先坐 桌火車 桌到 桌到火車頭 走路去桌公車 公車轉到融火 又走路回來了 在大明星耶 那如果我回來了 也要蓋一個美鳳 再一個面子 你們爸爸媽媽不太會穿 對喔 我們鄉來不太會 這樣蓋起來 你這樣 哎唷 這樣不行啦 會啦 現在我會打招 有啦 妳是什麼 妳是有交到朋友嗎 沒有 沒有女朋友 沒有女朋友 對 妳這奇怪 妳也要四十歲了 對不對 我看妳就這樣 很猜 很猜 這樣 哎唷 怎麼會在交部 那就奇怪了 我們就隔壁 那個阿輝有沒有 大大哭 走路去拍腳 我跟你說 那個雖然也會賣 不過有人很乖 那個還有家 還有雞 不用 什麼不用 沒關係 有用 有用 我沒用 你沒用 好啦 我剛才在看電視 看電視 你看那個超級夜總會 我比較笑 他每禮拜露營笑 跟他講 那房車車 石教順 我苗可利 那房車車 你看那瓶康這樣 這麼大空 不然都鬧窄 石教順那庭那大床 那他們老爸媽媽 小小子都嚇到 要說那苗可利 聽說他很會罵人 他把自己罵過 有沒有罵你 罵你 有沒有 我現在又是人 還沒有那個機會 給我們 沒關係 加油 加油 人家看你最超級夜總會 你有留朋友嗎 不會 什麼時候要結婚 不是 我是覺得說 我們如果留朋友 趕快結婚 不然 你敢不喜歡男生 這樣不行啊 這樣不行啊 在靠腰 在靠腰 我是說 我的腰把腹在靠 靠 靠 靠腰 靠腰 現在沒有腰 你可以先準備 東西給我吃嗎 是 對 雖然沒有腰 夢中 你等我了 你等我了 過年回來好 吃這個飯 一定要在那裡吃得有什麼 夢中夢塞 對 從小到大呢 真的都會被問到很多很多 不太想回答的問題 尤其是進了演藝圈之後 是 我最常被問到 你演藝圈很好賺 你賺很多 以前我都會說 沒有啦 我告訴你 我後來覺得不行 別人說你賺很多 是一種祝福啊 你怎麼可以自己說沒有呢 所以他們現在都說 你賺很多我都會 我真的賺很多 好 對 開始有人家借錢了 不 買 我借人家錢的 所以不要來找我 借的 今天來的人 其實他們真的也常常都被問 沒有問到 每天都常常想要翻到 今天就來聽聽他們到底被問了 你再問下去我就翻臉了 歡迎收看來賓 嗨 我們現在來聊聊 這個2023年 有沒有完成什麼目標是 好成績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小鐘哥 我覺得去年來講的話 應該算是我 豐收的一年 對 因為我這個情場失憶 然後那個賭場 賭場就會得意 那你照理來講 你應該每一年都很好 賭場都很得意 其實我賺滿多的 對啊 每一場都失憶 要得意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 自媒體的年代 你看 單單這個業配 現在業配一篇就多少錢 多少錢 不能講 好小氣喔 就六位數啦 我一篇都六位數 那影片的話又更高了 所以說我單單就是 我什麼都不用做的話 我一個月還可以領一萬多塊 好爽喔 好像老人年金配送 我以為你要講多 因為他前面講得太那個 然後我在講 我也在等著想說 我感覺十幾萬 什麼都不用做 可以領十幾萬 一萬多 講得好像已經財富自由了 那個頻道咧 而且我覺得本來信義 就是有代言了幾個產品 或者是我直播帶貨 算是去年有很成功的 跟新媒體這一塊有連結到 所以已經不只是電視通告 或主持的本業了 反而電視通告說真的 就是來看看老朋友 玩玩 這些嫌對我來講 就是喝喝咖啡的錢 看看老朋友真的比較重要 信義是少一次啊 真的今天是少一次 你看這個 搶祥說真的 他來這個地方 真的也不是為了錢 對 幫我們沾光啦 沾光 對 透光光的光 對 好美喔 翔翔你會不會是熱的 膚色好漂亮 蘇珊奇 就話也很厲害 好笑 而且我真的認真在看 臥底透光 我看那段了 我跟你講 每次跟喬喬 搶祥上節目 我都要念佛經 來壓自己 為什麼 大陸大陸 我會有反應 反應我看 不看 不看 我看 放開一下 小小都會有反應 所以我要念佛經 來壓我自己 有反應是好的 還好 那個反應你就要傷心 就要傷心 那翔翔 今天有沒有什麼 2023年的好成績 可多 因為我去年的話 我今天非常開心的是 我的官司贏了 喔好不好 但是因為基本上 我的官司是蠻多的 但我還是會繼續 去打下去 就是呢 我這個人是惹到我 沒人來惹裡面 也要繼續打下去 沒有 就是有人來惹我 就是我跟我官司 這個是前年 因為我剛開始成立 我自己工作室 所以我什麼都不懂 我就相信了 我最好的兩位朋友 請他們來幫我 他們就把我公司掏空 然後把我出賣 所以呢搞得我 兩個月而已 搞得我公司雞飛口跳 差點收起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工作 我趕快在那兩個月 瘦了好幾公斤 然後成立了我現在的團隊 然後呢 當然這兩個人 他們還想跟我要錢 但我不可能放過他們 所以呢我公布了 他們的惡行惡狀 以防他們在演藝圈騙人 所以呢公布他們之後呢 他們甚至要來 跟我民視要錢 民視呢判下來了 不給他們錢 他們兩個跟我要數一百萬 拿不到半毛 連律師費都付不起 你他們判給他們的錢 是我可憐 他們的那種幾點零錢 然後他們的律師費 都還不夠付 然後再來呢 他們告我毀謗 說我在網路上說 他們的惡行惡狀 跟真實面貌 我通通講的 法官明察秋毫 全都是真的 前幾天的新聞說 常常說話 絕無此失 看到沒有 全都是真的 所以呢 我超熱 你去跟法官講話說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沒有 我去的時候 法官要求我 我說我還真的 法官還點頭 法官說他知道 我的個性是怎麼樣 他說 林小姐 你要不要這些事情就算了 讓你跑法院也很辛苦 我說法官你一句話 我聽你 我跟你講你叫他們兩個拿著 兩萬塊給我退 法官說 林小姐 我知道你個性 真的也是這樣子 可是你這樣子跑法院會累 我說沒關係 我跟他慢慢跑 你知道嗎 我沒有 你當壞人 你怕我怕你 我怕你怕我沒時間 我靠 我跟你講我人多用事 我有時間跟你慢慢玩 找到自己去你知道嗎 對 生氣 然後結果呢 那個明信判不了 他判不了之外 他告我那個毀謗 他前幾天也連起訴都不起訴 連侦查 法國懶得侦查 現在 換我今年換我搞你們了 我告你們的詐欺跟侵占呢 等著受吧 好 我律師也挺好了 來 我看你們兩個 不是A我很多錢嗎 我就讓你們繳律師背 繳之後被判定罪的費用 再找國罪刑查案你們 真的不能講 扭到我 我跟你講我就慢慢玩 不是我現在是好奇 小鐘哥的反應消掉一點沒 不只消掉已經縮進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 這也是不開心的事啦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是我 因為離開他們 所以我成立自己的團隊 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 而且做得更好 但是我們的事情就是很抓嘛 我們也希望拍點 一些輕鬆的東西給大家 就是從散播歡樂 散播愛 我們不要看 欸 她還討厭了什麼 我靠你 我討厭了 大家去看看好不好 老婆我們這個鏡頭 可以在那換個人的 我剛才發現我的故事 沒有什麼好聊的欸 哈哈哈哈 而且你沒有裙子可以先 一體內散熱的 然後這邊也沒得漏 沒有 大家可能覺得2023 是我女兒 出了一張全創作專輯 對 謝謝 有一天我在廣播節目上面聽到 他們在對上 那個婦女對上 喔 謝謝 很有才華 但其實2023對我 更特別的是 做了一件就是 我從來沒有獨立完成過的一件事 就是我從賣屋到買屋 因為我房子是毛胚 到自己去談裝潢設計水電稅 所有工程所有細節 全部我一個人 喔 你還要跟他睡啊 哈哈哈哈 中文哥在幹嘛 我一個人完成 我老公沒有參與任何一點 喔 那你一定很開心啊 哈哈哈哈 沒有他參與太好了 因為我老公 其實我們結婚這麼久 一向這些事情都是我在包辦 他娶到你也太幸福了吧 什麼都 就專心養素就好了 什麼其他雜事都不壞了 對啊 你如果要叫中平哥 我告訴你這件事 不知道要裝潢到當時 他做個決定應該也要很久 他好像說一句話 說完就用很多時間了 我有一次坐他車 我怎麼當車打他 坐他的大拉便車 然後就開開開 他就講說 我那個什麼樣怎麼樣 就講得很慢 我就 突然間我有電話 我說中平哥不好意思 我先接給電話 然後我說 講講講講 講完以後 就掛電話了嘛 本來我們會以為 那個話題就結束了 對 他會突然間 啊後來啊 哈哈哈哈 中平已經講很久了 他繼續講 繼續講 好慢 他算是人類界的 人類界的數 因為他其實 他現在唯一能溝通的 就是樹木而已 他應該去轉 下輩子投胎成為樹籃 他現在在雨傘 然後 我跟你說對不對 他這個就可以拍成影片了 我跟他樹對話 樹對話 好嗎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我獨立完成了 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也代表說 其實女人什麼都可以 那表示你也可以獨立啦 可以叫他 這個家不需要你了 你剛剛在化妝間 不是還講了一句話嗎 今年好多藝人都離婚 他說他會看面相 然後我就問他說 小鐘哥 那你覺得我的婚姻呢 不會吧 我說他絕對不可能會離婚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連他跟中平哥 都離婚的話 那等於說沒有人敢結婚了 你要撐一下 你要撐住了 那宇宙咧 我是今年有帶頒了友台的那個 大根班的節目 他現在有演藝圈 就是大哥最愛女明星之稱 憲嫂之一 憲嫂瓜嫂 對 所有的大哥都喜歡他 你們很可愛啊 其實真正的封號是 大哥磁鐵啦 大哥磁鐵 磁鐵啊 他多敢講 對 不然我趁別人幫我灌封號之前 我果然先幫自己灌著 大哥磁鐵的意思是說 連著大哥 而且甚至連我媽媽 因為我要解釋都解釋不清 連我媽媽都跟我講說 女兒啊 你那個演藝圈啊 在演藝圈你自己要小心一點 連媽媽都這樣子講 他也擔心會不會是真的 對 然後我就找了好多其他片的新聞 就是給他看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覺得家裡的長輩都還是會擔憂啦 自己的女兒在那個演藝圈 是不是很容易會被什麼 什麼潛規則啊 還什麼的 對啊 對啊 你跟這些大哥都是很OK的大部分 對啊 我是真的有潛心學習 就是工作嘛 對啊 這是好人緣好事情啊 應該要想是你遇到一個貴人緣 提拔你 真的 男女不是只有那件事情好嗎 對啊 沒錯 也是啊 對 所以我就乾脆自己自封大哥磁鐵 算了 就等別人幫我套名字 我倒不如自己先灌一個 對啊 對啊 我們很想吸都沒得吸 對啊 你自己做大姐啦 我說我年輕的時候 你吸一些小奶狗啊 吸大哥要年紀小才幫你吸大哥 年輕的時候 你現在可以吸小弟啦 對啊 對 我們就當藝人 每次過年的時候都被問到一些 很奇怪的 對 因為回去親戚很多嘛 對 這邊的網路這邊 我們就大概整理出了三個問題 回去常被問的就是什麼 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有女朋友了嗎 你薪水多少啊 其實都是關心 小鐘哥應該常被問前面這兩個 你應該這一個啦 應該三個都有吧 這三個我都常被問 而且常常問我的那些人 很奇怪了 他婚姻不幸福 問我什麼時候要結婚 然後這個 他本身窮得快被鬼抓走 他說你可以賺多少 你才賺多少 就我覺得好怪 那你都怎麼回應 但是我們不能摧 不能戳破他 因為他畢竟是長輩 他會有一種酸葡萄的心理 覺得我自己不好 不想聽到你不好 他看你過得太爽了 對 親朋好友 為什麼一定要把人家逼到絕境 我求你們不要再逼了 那你要不要去廚房拿兩把刀子 自己裝瘋賣 撒個超有用的 我跟你說真的 沒有用過這招 有啊 你有用過 去拿兩把刀子 我跟你講我的個性 我是裝鏘 或裝瘋 很多人覺得你這個瘋了 他不敢再惹你了 他覺得觸導你傷心處 所以我建議他問你的時候 你就自在兩把刀子拿出來 鬥雞眼開始這樣 甩啊 甩那個刀 然後你一腳掉 兩腳趾 五腳趾打開來 然後一直 這樣子 你看他不會再問你 下次用這個方法試試看看 我說真的 你有沒有發現他講到一個重點 要鬥雞眼 因為這樣可能會殺錯人 對 要鬥雞眼 然後腳趾頭 一定要錢都打開了 要筋軟那樣子 你有用過這一招嗎 說我爸說我三年級都排不住了 這三個問題也都被問過 其實現在沒人敢問我這些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會 我覺得我的話大家還好 就只有我爸會問我 他會私下問我說 女人最後還是要找個歸宿 他會問我做這麼累幹嘛 那我就會跟他講 如果你要我結婚的話 結婚這件事情 我就給他舉例 香港分屍案 對 哪個為了那個錢的問題 哪個好不好 對不對 看了幾個為情殺的 以前的青島的紅小慧 黃水流栓的案 直接 看到沒有 多少個分屍的 然後把你家財全都騙光光之後 把你家裡面的東西騙走之後 把你全部殺了 推下樓梯炸飽 對 你真的要小心 而且你現在那麼有錢 我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 全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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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家人家人 不知道是 我跟你講 你看 陳瑞欣在那個監獄裡面 殺了六個老婆 五個老婆 全都是為了炸包神經 對 我又活潑了爸 結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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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細節怎麼那麼清楚 他細節很清楚 我能對同一眼看大 對啦 你少騙我 男人啊 少騙我 能夠跟他交往 那個心臟也要勾搭 我跟你講 隨時懷疑你 隨時懷疑你是個動不動機 隨時想要 我錢 隨時想回回你 我告訴你 我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不會相信相信 我按你三個字 做給我看 好嗎 你說的話 我不相信 錢都拿算給我 再說 不然就要我的錢 他很懂 對 所以你要交一個比你有錢的 欸 沒有 有有錢的是 他會啊 你多少錢都要給我 這才是重點啦 這才是重點嘛 給你一半可以嗎 不行 一半以上 他都一半 一半以上 一半 有一半 說一半哥 你不要說你來說啥 我本來講說一半給他 搞不好還有個機會 他要全部給他 我會給你一半 我會一天給你200塊 出飯 哇 那誰敢娶你啊 欸 你自己還沒娶啊 欸 我這個 這個畫面就是對的 你相信我 你就是不該給人家管 我跟你說 你看 哇 錢都給你 你今天寄天子城拿200塊 還太多了啦 我還會告訴你給我記帳 便當吃到200塊算很多了 哇 哇 你看 他真的厲害 所以說你看他這個 絕對是沒問題 他回到那個親戚朋友家 沒問題 像我回去就 已經承受太大的壓力 我有一年我就想說拚了 對 我找張維中老師 一個很強大的後盾 因為他是命理師 對 一去的話 我又再找了一個女生朋友 包了一個6000塊紅包給他 我說我們就回去 平常一去開始就問東問西 一去 哇 全場壓縮 你說女生朋友是 當作是你的假女朋友 對 他們也不會多問 他們就知道 我會帶女生來 一定是女生朋友 對嘛 貴一定是 然後還陪我去跟那個長輩敬酒 大家安安靜靜 而且張維中老師 一去的話先下馬尾 讓他們整個都shut up 然後說 哇 你這個 直接有一個柱子在這邊 整個房子中間 就把穿潭煞啊 什麼刺到中間啊 那你這個家會不好啊 然後又說你這個 稍微有人會跟他算 哇 你這個天狼心化劑 他永遠都天狼心化劑 沒有別的 沒有沒有人 就講完這種 哇 就直接先聲奪人 哇 大家就怕死了 安安靜靜 那是我吃過最開心的一次 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會來跟你說一些 有的沒有的閒話 因為有時候聽到那些話 就覺得很煩 因為我曾經有一年 就已經發大火了 就是又是長輩坐過來說 欸 你怎麼還不結婚什麼 我就說 靠 又來問 真的很煩 我就說 我就是因為看你結婚 所以我不想結婚 因為她自己婚姻就很不幸福啊 每天跟老婆也是在那邊那個啊 是 但我是真的 一般來講要對長輩尊重 但我是真的已經被 你說我覺得 不會動啦 不會動啦 有時候實話實說 是最好的解套方法 宇宙都被問什麼問題最多 有啊 這三個全部都被問過啊 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有沒有男朋友 薪水多少 我有一次我就直接 帶一個女生回家啊 是喔 對啊 然後他們就 就不敢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帶一個女生回家的意思是什麼 就帶你女生朋友回去 很正常啊 就是在交往的 所以我覺得面對長輩的方法 就是直接 如果他問你 欸 薪水多少 我就沒有 就賺很多啊 我就剛換車啊 剛換車 你又直接開回家給他看 對 我直接 對啊 就開回去啊 這是新車啊 就直接講啊 我覺得就是直接講 就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反而他們就會 不好意思 對 就會吃到那種 不知道該怎麼接下一句 那你有沒有遇過說真的是 好啦 聽得很不爽 但是有沒有哪一句 真的是讓你可以直接想說 呃 翻桌啊 這是真的是太誇張 你問了會不會太誇張 來 這邊 來囉 有十點 好 你是不是退出演藝圈啊 而且有沒有 這我 這你 你在演藝圈這邊是你最久 對 而且我被的問的那一年 是我節目最多的那一年 欸 因為長輩他們 其實會常說 欸 我在電視上怎麼沒有看到你 對 但是問題長輩大概 頂多九點就睡了 對 很多綜藝節目都是九點以後 彈花季都是十點啊 十一點啊 這些節目都是那個時候 是最最新盛的時候 不過週末他們也是很早就睡覺 所以他們永遠都沒看到 我們在電視上的表現 對 我覺得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講 可能也會讓我們會覺得 嗯 會舒服一點 沒有 我覺得好像不出頭了 欸 那沒搞頭 對 嗯 好 那接下來看第二點 你們該不會真的離婚了吧 好 那應該就你了 在我背這個問題 因為我今年結婚28年 被問了28年了 不會啦 因為每次有時候 我跟我老公上電視 有時候主題可能會聊一些 你們當年的一些事情 但是記者就會要下標題嘛 就會常常標題 就一早突然寫說 余皓然不忍了 我想說 對啦 這次好多標題 寫完是不是誰誰誰不忍了 我想說我到底不忍什麼 要爆雷了 對 然後又說什麼 王中平下輩子再也不娶于皓然 下輩子 就是我們有一次上一個節目 他就說下輩子三對夫妻 下輩子如果你還想跟這個人在一起的話 就還想要跟他變成夫妻的話 就作答 那你就覺得很奇怪啊 你就這輩子已經在一起一輩子了 為什麼下輩子不能換人 你懂嗎 是不是 是滿合理的 也是啦 誰會 那三對夫妻 另外我跟我老公就很直 我們就覺得說 這輩子就已經在一起 下輩子當然是想換人啊 我們其實是講實話嘛 對不對 然後標題又出來 我連跟我老公 首先走的時候去散步 走在路上 那個路人經過就說 你們還在一起 剛剛還看到你們離婚的新聞 會 就被問到你就會覺得你會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你覺得很氣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離婚的話題 你到底是多希望人家離 所以有一次我就效法強強 就是你常常被問 你說拿刀子就 啊 你也不急 你也不急 結果要過面 跟人家看 你去吃年夜飯 看到很多人在那兒 就敏發了 觀眾親戚 你要一直跟他解釋 那是節目效果什麼什麼什麼 他聽不進去 所以我那一次我就完全 他就說 你們不是前陣子的新聞 都說你們離婚了 然後就說 對 前陣子離婚了 昨天又結了 好可愛喔 然後他就閉嘴了 就發現 真的有些東西 你不用一直去跟人家解釋 解釋太多 其實解釋不完 對 來 接下來第三點 你拍的影片 都是假的對不對 才不是 我跟你講 我是百分之五的YouTuber 是拍真的 真的少喔 你越南 你妹的 我妹的女朋友 吵架 接這樣罵人 所以我真的生氣 人家 你幹嘛 他妹的女朋友 ㄎ到一個 被他罵到一個臭頭 哇 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我妹又說他已經跟他分手 現在要交新女朋友了 所以那個事事件發生的當下 你們手機就直接拿出來拍 你妹介紹給他 因為你妹是T嘛 他應該會 你喜歡嗎 老妹會用 他都會戴 真的嗎 我妹啊 他都戴上皮帶一樣 然後戴一個 戴一個這樣 然後會哪一個啊 透明的會發光 然後呢 我爸就收他房間的時候 用這個 每天都在捅人 來 來 然後你看嗎 來來來來 我好看 我好看 欸 妳啤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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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很美耶 就後面有個 真的 剛剛不講話還好耶 我一講話就變了一個樣子 那老外子跑到他前面去 他真的很C 他故意擋你喔 沒辦法 你太美了 喔 喔 為什麼啊 他故意的 他故意的 為什麼要這樣 他應該覺得你是專業的才對 他們穿那麼觀光客 不要理他有沒有要贏到 他很美 其實我是 你看 那個很糟糕 欸 他不是在開玩笑的樣子 欸 他不是 喔 OK OK I don't have my wallet on there 這很難的看到他 Where I come from U.S.A. I can wait for you here Then you can take your wallet Come here 不然他們兩個還有去討問一下 Or by her 但她很充 對 有一個充 不喜歡她的味道 她一山很充 很充 你會有一個女生嗎 沒有 我會有一個女生 Manny 我們可以帶你朋友的睡眠場 對 但是相關的被絲目擋到了 應該是一個小球的 我會有一個女生 我會有一個女生 好厲害喔 欸 真的 天啊 有 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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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啊 我天啊 一個的 一個的 天啊 好充 啊 我帶我妹妹 這在越南的對不對 對 我帶我妹妹跟媽媽去藍摩店 這就是他女朋友 我ㄎ掉了 欸 把她丟到 我帶一個這種人出來咧 真的是有這麼麻煩的耶 超失態 叫我超沒被龍蛇蘭 17杯 狂甘瓜 狂甘 真的很不尊重人 我怎麼自愛 丟死我 不自愛是媽媽說的 OK 好痛啊 你真死嗎 這樣我就要被你丟進了你知道嗎 總之你活該不見了啦 那有這種出來啊 要丟死人是不是啊 我丟你真死 平常叫17杯龍蛇蘭 我丟你叫嗎 丟你自己的臉 自己消費自己處理 欸欸欸 她倒了欸 我是太不尊重人 這把我身邊的當什麼屁啊 她沒有付任何錢 她在床當大爺 我要服侍她 用我錢花我的 吃我的用我的 還自己點東西 喝酒喝 哇 她是自己在那邊自靠啊 自靠自己喝17杯 那因為基本上我都是 因為我妹跟她兩個也不太付錢了啦 所以都分都我付的 但我只是覺得 沒關係 小錢無所謂 但她干擾我 讓我們不能走 對啊 沒辦法走 那我什麼不能叫我 等一下就抬她吧 哇 她什麼東西啊 我就把她罵醒 罵醒知道 你自走我會走了 對吧 那再回去 對 這是我的用力 然後呢 巴黎的那個就是一個肥婆 擋在我前面 她就是不想讓我拍 她可能覺得我太吸引人注意了 因為我到外面的時候 我就是拍的時候 很多的男生都會來看我 很多經過車都是會對我拍手 我出口哨 那兩個肥婆呢 很老 然後那個腿上都是橘皮 站在我後面 一直想要霸佔那位置 但我就讓你霸佔沒差 我就等到她後面 有人離開之後 我再去她後面的位置 她偏偏要來打擾我 我跟你講 我當時我是想K她的 但因為我到每個國家 很多粉絲都會來找我幫忙我 那法國的時候 就兩個女生粉絲 年紀很小很害怕 如果只有我一個人 我要抓頭髮往地上磨 你知道嗎 你這樣我會霸那種東西 對 然後那兩個女生就要叫我說 不要打架 不要打架 我還沒開打 她就怕了 我說好 算了不要給她麻煩 我就霸起來而已 就這樣 只有我一個人的話 我往上上尻的 你知道嗎 但是她兩個肥婆 打我一個我不見得打得贏 但是我肯定也傻了兩巴掌 你已經在想像那個畫面 你要怎麼對付他們的 基本上是 當時在想 可是我怕她說 兩個人把我推出去撞車 哇 那我完蛋了 因為旁邊都是車子 所以我得想好一些逃生路線 還有旁邊的人必須要幫我 那兩個人在尖叫 我肯定不會幫我 旁邊的男的我肯定打了 旁邊的男的 不要講話 現在開始K了 上場打架 他笑整個笑 還有在想說待會怎麼走 你聽說一定會啊 他連逃生路線都想好了 我知道為什麼那麼喜歡看你影片 因為你的那種反應啊 是很多人想做不敢做的 對 所以看你就會很療癒 就覺得說 對 要是我一次call他 後面那個XX男 你後面要怎麼讓他平衡 我用他老實說 我就不喜歡外國人啦 不是 他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饒了你 他因為是你 他以後他幹嘛 他拚頭可以吃到我啊 他沒辦法請他吃我啊 你自己在弄弄弄弄弄弄弄人家 他就給我承認他 我提一頓來他找我 他不然給我打擾 休想 我的接受 我的條件是很高的 我看來高 對對對 他只唱比較秋而已啦 他人不會秋啦 來 下一題 你是不是跑去整形了 欸 就之前小時候 就跑去割雙眼皮啊 然後那時候剛割完的時候 眼睛很腫 然後剛好就遇到過年 然後回到家之後 長輩就一直問說 你為什麼要跑去割雙眼皮 你小時候這樣好好的 不是很好看嗎 哪有 看一下小時候的操片好不好 對 好像男生 我還是覺得你割得好 真的 所以就是 越來越像小孩子之後 然後每次回去家裡 長輩都問說 你是不是又去動哪裡了 我怎麼感覺好像你一年比一年 還要小欸 也是你狀態保持得非常 就整形原本就是一種保養嘛 那又沒有什麼保養是不是 對啊 沒什麼好問的 來 加一點 你老公種了幾顆樹 這有什麼好問的啦 我從我老公十幾年開始愛種樹之後 我就開始 因為我老公是沒有任何的那個 他沒有臉書什麼都沒有 他不玩這些的 是喔 就變成大家全部就來問我 然後永遠永遠都在問我說 忠明哥種了幾顆樹 請問 請問一下 你今天也穿得跟顆樹一樣 對 誰會去數他的樹 對啊 可是就很好奇 永遠我的臉書 我的IG就會問說 忠明哥還在種樹嗎 他種了幾顆樹 現在還有在種樹嗎 會不會是因為忠明哥 太久沒有露臉了 大家其實是 關心他還在不在 關心他是不是退出演藝圈是不是 因為他沒有社群媒體 所以他不會去跟人家互動 所以大家就來問我 那我就跟他說 一隻在種 種很多 非常多 然後就會開始問說 可以拍拍他的樹嗎 然後我就被問到沒辦法 我就有一次直播 去直播他的樹 是喔 那直播完就慘了 就一堆網友就去找那個地方 喔 找到那個 那個漁港邊 他們不是都會有一些管理的 在尋的嗎 他就說 余小姐念直播之後 這邊湧進了一堆人 然後看到他都在問說 請問王忠明種的樹是哪一棵 所以我就可以說 第一個是離婚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 問我他種了多少棵樹 你知道這種回答十幾年 忠明哥會不會跟那些樹講話 比平常跟你樹講話是這樣子 我跟你講 他喜歡樹 那樹是木頭嘛 你知道他有一次 我看到他已經不正常了 你知道嗎 真的假的 對 他就是買了一個椅子之後 他有一天我就看到他走到椅子那邊 拿他的頭在磨椅子 他就 椅子不是有椅背嗎 譬如說這個椅背 然後我就從我家廚房走進客廳的時候 我看到我老公在這樣子 磨椅子 我說他老公在幹嘛 他說沒有 我在用我身上的油脂 來滋潤那一個椅子 他說木頭是要用油脂 要吃油 他就拿他的臉去 一直在戳那個 想要把讓他木頭變亮一點 對 因為順哥也會這樣 養那個玉石也是這樣 玉石也是這樣 石頭也是 樹幾歲了需要什麼營養 我說你旁邊活生生的人 需要什麼養分 從來沒有關係 他不會用這個頭 我也需要養分 用其他人的頭來磨你啊 對啊 手指頭手指頭 後來不磨我 我還會給你一點零用錢 真的 你磨那個椅子有什麼用 這樣不行 他寧願磨蹭木頭 不磨蹭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 你是不是認識某某某 我近演藝圈常常會就說 你跟那個誰誰認識 對對對 他想要跟誰裝熟什麼的 對 這是誰 應該大家都有個經驗 這是我 我就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 還蠻活自己世界裡的人 對對對 可是很多人後來不相信這種話 還問你 你跟那個誰誰誰啊 捨不捨啊 不知道你說舉的歷史 真的是很離譜 不然就舉什麼周杰倫 不然就舉個什麼 就舉個很離譜啊 你懂嗎 就舉一句話 就舉那種什麼什麼 什麼楊帆 不然就是舉一些 楊帆 楊帆比較有可能 問你的應該人心 有點大一點對不對 你跟楊帆熟嗎 對 反正就是一些很遠的 很遠的 那種 不發生就打到一起的人 對 不然就是那個 流浪到淡水那種的 金門王 對 反正就是扯 那種很遠 那你要我怎麼打 對 但我不瞭解人家的私事 那我就說我不太知道 可是人家也不太相信 他會一直問 我上次看到那個人 他那個人怎樣怎樣 在哪裡了 最近怎麼樣 他自己好像比我熟 他跟我講 我就答不出來嘛 那還有那種的就是 跟你跟你說 欸 你 我那個朋友啊 某某某 隨便拿去 跟你上禮拜很熟啊 他跟你說 跟你常常出去玩啊 很熟啊 我跟你講 他上次跟我說 他出了車禍 你不要難過 我網上說靠他誰啊 這個人是誰啊 你懂嗎 他就會講一個人名出來 但那個人 可能跟這個人講的 他跟我很熟 其實只是拍張照片而已 或是在某個場合 聚會拍張照 講兩句話而已 但你不知道他是誰 但他講得很熟 所以到 大家的朋友 要見到你的時候 就跟你講這個人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但你要回他也不是 有時候可能還是廠商 要回他也不是 你就只能說 喔 對 對 那個 喔 對 對 你只能一掰下去 所以但是很常會有這種狀況 那我最討厭的是 這些都還好 最討厭的是讓人家誤會的 喔 對 因為有可能 你知道我說 我男朋友特別多嗎 那男朋友特別多的時候呢 這個有時候 那個男朋友就會拿 拿就是 可能你跟某個男生的合照 然後就來問說 欸 這個男生是誰 這男生是誰 就是可能會有別的男生 會傳訊息給他 說你看 他跟我也在一起過 但那個人根本我 就只是 只是來合照的 那有時候會導致這個狀態 很難解釋 我怎麼有跟那麼醜的人 在那邊亂搞啊 你懂嗎 你說拍照的人 對啊 常常也會這樣 對啊 搞得好像跟你有關係 搞得跟你有關係 其實根本就是粉絲而已 對 很可怕 有時候可能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 最比較可怕的是 有時候會利用這種東西 可能去詐騙別人 那就比較麻煩了 我有一次在一個酒吧 我跟一個朋友在那邊 我們兩個在那邊喝酒聊天 旁邊就有一個女生走過來 說陳志強 我知道你是誰 你跟那個誰誰誰很熟對不對 我說很熟啊 我是他前女友 嗨 你好 然後咧 你跟我講這個幹嘛 好可怕 對 對 這很可怕 他就開始跟我講 他跟他在一起的過程 他們怎麼分手 好煩喔 對 聽得很不舒服 對 跟我平視 對 你會這樣講 但你又不能說我不想聽 你又放下 重點是他跟我說 你現在打給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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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候有這種人很硬幣的 叫我打給他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空間 我的朋友在旁邊 對啊 超尷尬 對啊 很多這種事 不要再問我們別人的事情 不關我們事 來 看下一點 你該不會喜歡女生吧 來 宇宙 我覺得這真的是 宇宙 我要釐清一下 很難得你願意在節目上公開說 你曾經跟T交往過 對 跟同性的交往過 所以你也願意跟女生交往 也是願意跟男生交往 我覺得都可以 都可以 對啊 因為我認為就是 在一起不管性別 妳有跟女生交往過 朋友交往過 對 我覺得在一起 就是不管性別 我覺得只要是靈魂相愛的話 是男生是女生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對 結果有一次就帶女生回去 他們反而就都不敢問 就不敢問說 你們什麼時候要結婚 那時候通婚法還沒有通過 然後就不敢問 對啊 什麼時候要交男朋友 就不敢問了 對啊 然後我還故意就是問我媽 問我媽說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兩個還滿配的 對啊 反而他們都鴉雀無聲 後來看下一個 你跟林莎真的在一起過嗎 這很久以前的新聞 這不是節目嗎 就節目效果 林莎現在就跟李懿在一起 對 跟李懿 李懿 他們主持另外一個節目 主持節目 他也沒有跟他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主持節目 其實最主要是這個肥文 是因為是很多製作單位 覺得我們兩個在一起 效果很好 那其實最主要是 這很重要 那為什麼沒有機會嗎 那就是只有他媽媽喜歡我 所以就是這樣子 其實是很簡單的一個事情 就是純粹節目效果 就好像他那個跟大哥 也是節目效果 對 就是那麼簡單 好 下一個謝謝 謝謝 有沒有留電話 當然有 有沒有私底下單獨出去 有未顧 沒有 從來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追他 你也沒女朋友啊 因為六千塊真的太少了啦 小鐘哥 你說包一個紅包 六千塊就要陪你去見家長 六千塊給他 六千塊太少嗎 六千塊太少 六千塊 紅包然後要去見家長 吃個飯 太少了吧 少嗎 難怪換那個女的 沒過聯絡 真的嗎 你的包太少了 六千 六千啊 對啊 好 以後要加一點錢 哎唷 你的帽子真的有用嗎 因為我有代言一個生法 有有有 東區那個廣告很大 對 其實真的有用 所以說很多朋友 不管是這個藝人的爸爸媽媽 都會拜託那個藝人來問我說 有沒有折扣 然後我都會拜託我 經紀人去聯絡那個公司 都有給他們很大的折扣 因為是真的是有效 一直到 詹老師他不是要折扣 他說我可不可以送他一頂 對 那後來我就想說不行 這一頂也要兩三萬 人家去幫你看風水 你咧 但是他看風水就是 一言難聽 還有可以不回家 過年回娘家 後來我就真的還是送了他一頂 我就是 你有你有演 你有看那個做工的人吧 那個工地貓 真的假 他以為是真的 他以為是真的 然後我上面弄了一些電線 還可以插電 其實就是聖誕節那個 倒掉了 我使用的時候還會亮 還會亮 小公哥說那個帽子放在哪裡 哪裡就會長毛 對 因為它是遠紅外線 他說可以放在胸口 對 他是刺激毛囊 他刺激毛囊 所以說你哪裡毛少的話 譬如說你沒毛少幹嘛 所以我老公戴也有用 當然 他有禿頭了嗎 他有啊 他們有家族性的 所以你會送他一頂嗎 工地 可以喔 有變現的就是假的 你要採摘的還是會閃的 對 要閃的 有折扣啦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你這個帽子 對 每次都會被問 有用 一併做回答 很缺錢嗎 怎麼拍寫真集 拍寫真集不會賺錢啊 寫真集 對不對 拍寫真集不會賺錢啊 我拍寫真之前 先拜讀過的就是窒息的寫真 窒息 那你知道窒息的寫真 裡面的每一個造型 每一個卡 他的要做什麼 要不要激凸 要不要露 沒有露點 就是要露到哪裡 那都是我 知道 我給的意見 對 連他的寫真的名字 都是我寫的 他的名字 初見真集 那是手寫是我寫的 哇 字跡 所以人家都會說 你女朋友出寫真集 你不會 對啊 你不會覺得 對啊 我覺得好看的東西 就大家分享啊 就是 大愛 是這種男生嗎 只有我可以用而已 你們可以看沒關係啊 這應該是每個男人的夢想吧 只有你們可以看 只有我可以用 寫真集的大家有印象的話 他的那個封面 他就是穿一個很薄的背心 然後有積凸 但是裡面就沒有了 哇 真假 最精采的就是封面而已 跟我們看電影上 最精采的就是預告 對 靠一個 裡面有其他風格 很可愛的啦 對 那時候我覺得拍寫真集 那是一個紀錄 我覺得拍寫真集很好 我覺得下一本要向那個 窒息看齊 因為這一本 可以看一下我的照片 哇 天啊 就是風格比較不是那種 甜美可愛的 是比較 郁姐一點的 很有感覺耶 就比較歐美感的 出寫真集之後有沒有什麼 不一樣的 很大的改變 就是大家不會一直叫我 就是 應該說 拍戲的時候 那個焦點就不一樣了 因為之前拍戲的時候 在Casting的時候 大家第一眼就是會像這樣 看到 看臉之後就看身材 然後就把你風格定位 角色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說 那既然大家 這麼喜歡看身材 我就單出一個作品 你們要看身材就好好看 所以你去Casting的時候 大概每天在看 你就在看你的寫真集 我都看著資料是不是 沒有啦 出完這本寫真之後 我覺得在 綜藝跟主持 就有比較好的發展 然後戲劇的話就會有 比較正常的角色來找我了 反而 對 不會說只有單一個面相這樣子 但我覺得你也不用想太多 那就是你的本錢啊 多少人喜歡 那就算是因為這個來找你 那就因為這個啊 對 你說的也是喔 不用想太多 而且很多人是因為 所以發了寫真集之後 才在演藝圈發光發亮 是 徐若萱也是 舒淇 舒淇 舒淇那個厲害了 舒淇太厲害了那個 好厲害 很深入 很深入 應該都有拜讀過 那個已經絕版了 絕版了 我覺得就是對自己有信心啊 反正就好的事物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對 而且你知道 《華妍精》有一句話叫做 心如工畫師 能畫諸世界 他說我們的心 其實就像一個畫師一樣 你可以畫山畫水啊 畫鳥啊 甚至於天堂跟地獄 這些萬事萬物 其實都是我們的心所創造出來的 所以你知道 你可以選擇 創造你想要的世界嗎 其實常常很多事情影響你的 不是這件事情的本身 而是你看到這件事情的心態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他們的關心也好 或好奇心也罷 我覺得我們與其去抗拒 或者去逃避 不如說轉念呢 讓我們自己可以更自在 去面對他們那一雙雙好奇的眼睛 對不對 像我就會把我自己想像成的 那個濾水器的那個淨化 那個什麼 濾芯 所有的關心 好奇心 經過我都淨化了 留下來的都是你想要的開心 太棒了 大家都能夠開開心心 走自己的路 開開心心面對自己的未來 對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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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要出第二版 來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